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别光嚷嚷着讲故事啊,我都讲大半宿了,能不能上来个人买张符? 我看着一水再来一个的弹幕,一脸无奈。 我是清平观第二十八代传人骆温雪。 为了提升修为,我在网上直播卖符。 自从连线到京圈太子爷、南清集团董事长斯嘉玉之后, 我的直播间就异常火爆。 不过连线的人却不多,都是来听我讲鬼故事的。 甚至网友还给我起了个绰号,鬼故事女王,清心寡欲落温雪。 我正郁闷,忽然提示有人连线。 我兴奋地搓手,连忙通过。 可看到那人的脸时,我却傻了眼。 那人竟然是心晋影帝,黄跑跑。 看见黄跑跑那冷峻的面旁,直播间的网友顿时炸了锅。 我去,洛大师这是开了光了吧? 不是连线上京圈太子爷,就是连线上影帝,跟着洛大师光明星了。 服了服了,清心寡欲落温雪,牛逼plus。 我可是清心寡欲落温雪最早的粉丝,落大师牛逼。 落大师牛逼。 弹幕一水刷屏,反倒让黄跑跑有些尴尬。 可,那什么,我就是看有人讲鬼故事,连上来看看。 我看着黄跑跑那一副高傲的模样,心里暗骂。 这又是个不好惹的主。 看来,我有空得找私家预算算命了,最近怎么总遇到找茬的? 我不嫌不淡地说,今天不讲故事了。 你要是算命,祈福,化节的话,我就帮你看看。 要是不算,那就赶紧退了吧。 没想到黄跑跑听了我这话,反而来劲了。 又喝,你这小姑娘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 就你这样的,还直播卖符呢? 你会画符马你? 我无奈地撇撇嘴,我会不会画的,你买一挂算算不就行了。 不过我先说好,你要是没遇到啥男事,我可不帮你看。 黄跑跑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哈哈,你这丫头真是有趣,还让我买一挂。 小小年纪就在网上骗人了,太不知廉耻了吧。 我摇了摇头,算了,懒得解释了。 我刚准备把黄跑跑踢出去,没想到弹幕却闹了起来。 不许你这么说,我们洛大师,洛大师是真有水平的, 我们都是亲眼所见。 就是,清心寡欲洛温雪,那是给你开玩笑的。 南清集团的斯嘉玉知道不,就是我们洛大师的徒弟。 虽然我很喜欢你的剧,但我还是不能忍你侮辱洛大师。 洛大师演的恐怖片,比你的演技好多了。 说得太好了。 清心寡欲洛温雪,冲。 清心寡欲洛温雪,冲。 随着一串弹幕飘过,黄跑跑不由地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 我去,饭圈文化都传染到算命界了。 太卷了吧。 事到如今,我也不装了。 告诉你们,我家世代可是正宗的茅山道士。 行,你们不是说他牛逼吗? 他今天要是能算出我的东西,我就叫他一声洛大师。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现在人咋都一个路子呢? 我差你这一声洛大师啊。 无聊。 黄跑跑冷眼看着我,那你说,赌什么? 我歪着头想了想说,咱也不玩太大,上次说直播吃屎的都还没兑现呢。 这样吧,如果我算出来了, 今天晚上你就给直播间的所有兄弟姐妹们人手一张签名照。 如何? 家人们,今天发福利了。 我话刚说完,黄跑跑还没来及回答,弹幕就把它淹没了。 支持,支持,支持。 我看着仗红了脸的黄跑跑,憋着笑补充了句,要手写的,我们直播看着呢。 直播间五十多万人,估计你这几个晚上都睡不了觉了。 黄跑跑一咬牙,行,我还就不信了。 那你要是算不出来,怎么办? 那我就把显示屏吃了。 黄跑跑一勾嘴,这可是你说的。 说到做到,我点头,绝不食言。 好,那你看看,这东西是什么? 说着,黄跑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瓷瓶,在屏幕前晃了晃。 看到这个小瓷瓶的瞬间,我身子猛地一晃,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去。 它手中的那个小瓷瓶和我身上的一模一样。 这种小瓷瓶上面刻有密密麻麻的符咒,一般都是修道之人才能使用。 而且,我很明显能看出黄跑跑手中的这个小瓷瓶绝不一般, 上面竟然被人下了禁止,凭我的眼力,只能看出模糊的一团黑雾。 符咒越小,越需要画符的人有极强的功力。 这么小的小瓷瓶,竟然能画出如此复杂的禁止。 可见,画符咒的人功力绝不一般,和我不相上下。 完了,今天真要栽了。 这个黄跑跑竟然真的是个高手。 我看着屏幕冷汗直冒。 黄跑跑得意地冲我一条眉,怎么样? 小丫头,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 我脸色铁青,咬紧嘴唇。 这个黄跑跑突然跑到我直播间,绝对不是偶然。 他如果真的有如此高深的道行,那应该多少也听过我的名号,不会来砸场子。 既然他来了,那就有两种可能。 第一,那个高人是他的家人,并不是他。 第二,他怀有鬼胎。 此时弹幕也坐不住了。 骆大师这是怎么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骆大师这个样子呢。 他不会是又看出来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吧? 难不成今天又有恐怖电影看了? 我说,他该不会真的是个骗子吧? 要不怎么没反应呢? 八个卫生间警告。 就在我还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办时,黄跑跑身后忽然进来一个人。 黄老师,晚饭给您放着了,快点吃吧,别饿坏了身子。 看着黄跑跑身后的助理,我眼神顿时亮了。 鸡精。 哈。 黄跑跑顿时哑然失笑。 你说啥? 鸡精。 哈哈,哈哈哈哈,我还太太乐呢。 这要牛逼的瓶子,我用它放鸡精。 是我脑子有坑,还是你脑子有坑? 来来来,大家看好了,这玩意是福灰。 还羞到之人呢,连这都看不出来,嘖嘖嘖。 来,把屏幕吃了吧。 黄跑跑满脸得意地把小瓷瓶打开, 倒出了里面的白色粉末。 我这时才看清楚,这玩意确实是福灰,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福灰。 这是用特制的福纸, 在公积血、童子尿等致阳液体中浸泡九九八十一天。 然后由功力极深的修道之人用舌尖斜写下福咒, 再引三昧真火烧尽后化的福灰。 这种福灰极难炼成,烧一百张,能有一张烧成就不错了。 可以说,这世上都找不到多少这玩意。 不过,我刚才说的可不是这个。 我冲黄跑跑一条眉, 我说的是你身后的砂锅。 修行百年即为精, 人母鸡好不容易熬了一百年, 接正过生日呢,就被你们给炖了。 泽泽,你坏了她的道行, 今晚必遭天节。 跑事来不及了, 等着被劈成灰吧。 看着黄跑跑一脸惊讶的表情, 我差点没笑出来。 我这番话倒没有骗她, 她身后的砂锅里面确实炖了一只鸡精。 不过,就凭她手中的福灰, 别说百年的鸡精了, 就是千年的鸡腰都奈何不了她。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黄跑跑绝对不是修道之人。 否则,她不可能感觉不到那么强烈的腰气。 只是,那么好的福灰放她手里可惜了。 我看着黄跑跑手中的小瓷瓶不断流口水, 得想个办法骗过来。 我刚说完,弹幕也纷纷刷屏。 卧槽,洛大师又来了。 之前是子母双煞,上次是灵妹, 这次是鸡精。 就是这名字不咋地,听着就不吓人啊。 完了。 完了,又被洛大师装到了,怎么办? 好气啊。 妈妈,我又要尿床上了。 啊,啊,啊,清心寡欲落温雪,牛逼。 看着一串串飘过的弹幕, 黄跑跑脸上也浮现出一丝不自然的表情。 她回头看着那个砂锅, 犹豫了一下, 还是咬着牙说, 你说她是鸡精, 你有什么证据? 我微微一笑, 今夜子时, 鸡精必现, 等着呗。 还有一个小时, 先唠唠。 黄跑跑却没有想和我讲话的意思, 冲我一瞪眼。 行, 你先别跑, 一个小时后, 我再找你连线, 你要是敢骗我, 有你好看的。 说吧, 黄跑跑竟然挂断了连线。 切, 没意思。 这小子倒是不傻, 肯定是去找他背后的高人帮忙了。 看来, 今天这个浮灰我是骗不到手了, 哎, 可惜, 可惜, 弹幕也溢水的鄙视, 心虚了吧, 估计跑去找援兵了, 肯定是, 没劲儿, 今天的恐怖电影是看不到了。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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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大师接着讲鬼故事啊, 想听, 就是就是, 想听想听。 我闲着也无聊, 便抄起一本清廷网事, 给网友讲了起来。 我正讲到鬼煞在屋外准备进门吃人时, 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我吓了一跳, 骂了句, 谁呀, 这么不开眼。 可我打开房门看清来人时, 差点没蹦起来。 门外站着一面色清秀的男子, 满脸堆笑得冲我嚷嚷, 师父,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来人正是京圈太子爷, 南清集团董事长, 我的首席大弟子, 斯嘉玉。 这并不是关键, 关键是, 他手里端着的, 正是刚才黄跑跑屋子里的那个砂锅。 斯嘉玉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一脸讨好的冲我咧嘴。 嘿, 师父, 有好东西我可是第一时间就行, 想着你了呀, 你这徒弟收得不错吧? 我看着他那张脸恨恨地说, 不错, 真不错啊, 我的好徒弟。 斯嘉玉没明白我的意思, 自顾自地端着砂锅, 坐到了桌子前。 哟, 师父, 还在直播呢? 兄弟们, 今天咱不卖福了, 来一期美食直播。 说着, 斯嘉玉掀开砂锅, 扯下一条鸡腿,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嗯, 不错, 鲜美。 兄弟们不是我馋啊, 哥以前, 这鸡汤我是只喝汤不吃肉的。 但这几个月为了潜心修行, 我是一点荤腥都没碰, 吃菜叶子吃得我都快成兔子了。 吃个鸡腿我都能吃出满汉全席的感觉来。 师父, 快来吃啊。 我摆摆手。 你吃吧, 我不和你抢了。 斯嘉玉还在和鸡腿较劲, 弹幕却刷了平。 我没看错吧? 这该不会是刚才黄跑跑的那个砂锅吧? 好像是的, 我记得他那个砂锅上刻了个跑字, 你看这个砂锅上也有。 我去, 玉哥把鸡精给吃了。 玉哥牛逼, 玉哥牛逼。 随着溢水的弹幕, 斯嘉玉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不是, 师父, 这啥意思啊? 鸡精? 炖鸡汤还需要放鸡精啊? 我看着满地的鸡骨头, 叹了口气, 哎, 我的傻徒弟, 你被人给坑了。 刚说完, 只听空气中传来了几声咯咯咯的鸡叫。 与正常鸡叫不同, 那声音倒是带了几分凄凉之意。 斯嘉玉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瞪大了眼睛四下张望。 突然, 整个房间的灯一瞬间灭了, 只剩下电脑屏幕在黑暗中闪着幽光。 斯嘉玉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弹幕忽然又炸了锅。 卧槽, 我看见了什么? 那那那, 那是鸡精。 妈妈, 我又尿床上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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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拿摩阿弥陀佛。 斯嘉玉有些疑惑地挠挠头, 你们在说啥呀? 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 又一条弹幕飘过。 玉哥, 你回头看看窗户。 斯嘉玉愣了一下, 浑身不自觉地开始抖动起来, 颤颤巍巍地转过头, 看向墙上的窗户。 只见窗户上映着一个巨大的倒影, 正是一只长着肠尾, 张开翅膀的鸡。 我也被这倒影吓了一跳,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 你说它是凤凰, 我都相信。 倒影中, 鸡头高高昂起, 机会正冲着斯嘉玉狠狠拙了下去。 斯嘉玉吓了一跳, 不自觉地大喊了一声, 这啥呀, 这是。 啊? 没想到, 斯嘉玉这一声自带电音, 震得我脑袋嗡嗡直响。 整个房间顿时一阵回响, 只一煞, 那倒影竟然消失不见了。 龙吟。 我惊讶地看着斯嘉玉, 没想到, 这小子从小佩戴龙骨, 吸收了不少灵气, 修道之后彻底打通了韧肚二脉, 竟然能够发出龙吟。 虽然他的道行还很浅, 但这一声龙吟对付百年的小精来说, 已经够用了。 随着倒影消失, 房间顿时亮了起来, 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弹幕安静了片刻, 顿时又炸了锅了。 卧槽, 我听到了什么? 玉哥啥时候学会电音了? 这就算是除妖了。 我玉哥牛逼呀。 六百六十六, 六百六十六, 随着满屏的六百六十六。 斯嘉玉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师父, 刚才是啥情况? 我故作镇定, 没啥, 一个小精, 别大精小怪的了。 喂, 你咋把两个鸡腿都吃光了? 也不说给为师留一个, 不是你说不吃的。 斯嘉玉满脸无辜, 我一敲他脑袋, 赶紧捞出剩下的鸡翅膀, 三两口吞进了肚子里。 这百年的鸡精, 好东西, 吃了大补啊。 吃饱喝足,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于是关了直播看着斯嘉玉。 徒儿, 这鸡汤是谁给你的? 斯嘉玉还在回味的巴鸡嘴, 迟溜, 是我妈派人给我送来的, 她说这鸡汤大补, 对我修行有很大的帮助,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 这不, 赶紧拿过来和你分享。 我谢谢你。 听斯嘉玉说完, 我猛然意识到事情不对。 从黄袍跑下播到斯嘉玉 给我送鸡汤, 总共也就半个小时。 斯嘉玉的住处到我这里 最快也要二十分钟。 这也就意味着 黄袍跑刚才应该就是 和斯嘉玉的母亲在一起。 我顿时冷汗直冒, 刚才在直播间黄袍跑, 是知道我和斯嘉玉的关系, 她还把鸡精送给斯嘉玉, 那只有一种解释, 她是故意让我知道, 斯嘉玉的母亲在她手里。 这家伙这次连线, 果然目的不单纯。 斯嘉玉没看出我的不对, 还在自言自语, 这个鸡的味道是真不错, 就是, 就你妈。 我猛地一拍她脑袋, 斯嘉玉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你骂我, 为了个鸡汤骂我。 我一把拽起还在懵逼的斯嘉玉, 丢下去, 我说的是救你妈, 不是救你妈, 这俩不是一意思。 我把斯嘉玉拖到车里, 喊她赶紧去她母亲的住处。 路上, 我才有时间给她解释事情的经过。 斯嘉玉一听, 她母亲有危险, 猛地把油门踩到底, 安静地接到顿时响起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 孙子, 我跟你拼了。 到了斯嘉玉母亲许丽珊的住处, 斯嘉玉一脚刹车, 差点没把我甩飞出去。 我刚想骂她, 但看着她那焦急的神情, 我也有些同情。 下了车, 斯嘉玉快步冲到了门口, 抬起手刚准备开门, 忽然又停了下来, 回头看着我。 师父, 你走快点啊。 来了, 来了, 你先开门啊。 斯嘉玉仗红了脸看着我, 我, 我不敢。 妈的, 这个大孝子, 真是笑死我了, 刚才百感动半天。 我骂了她一句, 加快了脚步走到门口。 刚到门口, 我忽然感觉不对, 一下拽住了斯嘉玉准备开门的手。 别动, 这个门有问题。 说完, 我俯下身仔细查看, 果然被我发现了几根细如珠丝般的银丝。 我脸色一沉, 这家伙真够独的。 我抽出腹灵尺, 小心翼翼地将门把手上的银丝整个挑了出来。 斯嘉玉看着我拉出了半米长的丝线, 好奇地说, 这是啥呀? 鬼丝。 传说中连接阴间的丝线。 一旦不小心碰到这玩意, 附近的孤魂野鬼立马就会顺着鬼丝找上你。 而且你别看这玩意这么细, 里面聚满了阴气, 所以千万不能弄断, 一旦断了, 阴气瞬间就会灌满你全身, 即使这三幅天都能给你冻僵了。 斯嘉玉听我说完, 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我掌心停空燃起一把真火, 点燃了鬼丝。 一瞬间, 只听耳边传来阵阵鬼哭狼嚎, 似乎这火光里吞噬了无数的冤魂厉鬼。 伴随着鬼叫声越来越弱, 整个鬼丝也化为了虚无。 我冷笑一声, 这家伙本是不大, 心肠倒是够狠毒, 用着玩意害人。 我倒想看看, 他到底要做什么。 说吧, 我指挥斯嘉玉开门。 刚打开房门, 我就感到一阵阴气袭来。 门口被人吓了聚阴阵。 妈的, 这狗东西和门叫上劲了吗? 我不惯着它, 直接打开天眼, 瞬间冲破了房间里所有的禁阵。 斯嘉玉看着我翻白眼的样子, 羡慕得直流口水。 师父, 你这天眼也太厉害了吧? 啥时候教教我呀? 我微微一笑, 等你啥时候能在天火之中待上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再说吧。 黄袍袍的道行确实不深, 他虽然在房子里布了不少的禁阵, 但真正能用的也就两三个, 还被我瞬间就冲散了。 这点雕虫小技还在我面前显摆呢。 呵, 搬门弄斧, 我冷笑一声, 这里的禁阵大多都是我清平贯的阵法, 这家伙学了个皮毛就赶出来显摆。 我指挥斯嘉玉, 你进去吧, 那人打不过你的, 放心吧。 真的? 斯嘉玉满脸疑惑。 我笑了笑, 就你那声电音都能把他震晕了。 听我这么说, 斯嘉玉彻底放心了, 迈着大步往里面走。 妈, 我是斯嘉玉, 你在哪呢? 斯嘉玉刚喊完, 客厅的灯突然灭了。 紧接着, 黑暗中闪过一道绿光, 直直冲着斯嘉玉打来。 这啥呀, 这是? 斯嘉玉在我旁边突然大喊了一声。 还好我反应及时, 提前捂住了耳朵, 不然这么近的距离, 我非得被他震出脑震荡来。 斯嘉玉这一声喊完, 客厅的灯顿时亮了起来, 只见一个穿着皮卡丘睡衣的男子 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旁边还有一团泥巴, 斯嘉玉得意地踢了那人一脚, 唯, 孙子, 就这点本事, 还敢来找我麻烦? 服了吗? 说话呀。 我看着躺在地上的皮卡丘, 努力憋住笑, 行了, 他的魂魄都被你震麻了, 一时半会醒不了。 斯嘉玉把那人翻了过来, 我去, 还真是影帝黄跑跑啊, 这孙子在我家穿着个睡衣干嘛, 话还没说完, 就听楼上传来一声惊叫, 嘉玉, 你干嘛呢? 我和斯嘉玉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只见一个穿着和黄跑跑同款皮卡丘睡衣的女人, 惊慌失措地跑下楼。 那不是别人, 正是斯嘉玉的母亲, 许丽珊。 斯嘉玉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妈, 妈, 这, 你, 她。 许丽珊脸颊泛起一阵红韵, 拍了下斯嘉玉, 哎呀, 妈一会儿再给你解释, 你先把她弄醒吗? 斯嘉玉长大了, 嘴巴半天说不出来话, 我赶紧开口, 阿姨, 这家伙是个妖道, 心怀不轨, 暂时不能把她弄醒, 许丽珊急忙摆手, 搞错了, 搞错了, 这是我的主意, 她给我说她修过几天道士, 我这才让她帮我考验一下斯嘉玉的本事吗? 斯嘉玉公司的事情都不管, 天天看不见人, 我是怕这小子假借修道的名义在外面鬼混, 是妈误会你了, 我儿子真厉害, 赶紧把她弄醒吧, 我皱了皱眉, 她肯定不是修过几天道士, 我亲眼所见, 她, 确实是误会了, 我话还没说完, 门外忽然走进来一个矮小瘦弱的男人, 那人尖嘴猴腮, 不多的眉毛向两侧上挑, 眼睛小得跟绿豆粘在脸上一般, 一对大耳朵挂在脸颊两侧, 和小脑袋完全不成正比, 我看到那人模样, 顿时松了口气, 看来是真的误会了,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师弟, 白瑶, 师姐, 好久不见啊, 我上前狠狠把白瑶抱起来转了个圈, 来了老弟, 白瑶连忙拍我的肩膀, 姐, 姐, 行了, 行了, 我快被你晃散架了, 我哈哈大笑把白瑶放了下来, 一拍她的肩膀, 你小子, 出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 白瑶轻轻一咳嗽, 那什么, 我进去的时候, 你还没下山呢不是, 我这一出来, 谁都找不到了, 差点急死我, 我还准备寒暄几句, 思佳玉坐不住了, 狠狠掐了我一下, 我差点叫出声来, 这才想起地上还躺着个影帝呢, 我一指黄跑跑, 哦, 对了, 这人是啥情况, 白瑶笑起来,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嘿, 师姐, 这是我新收的徒弟, 黄跑跑, 现在也是咱们清平惯的人了, 这小子心气高, 他一听说你的大名, 就嚷嚷着想和你比划比划, 哎, 怪我, 没把你的本事给他说清楚, 师姐, 你可别生气啊, 我差点贝勒出来, 谁拿鬼丝笔划, 这小子也太毒了吧, 白瑶摇了摇头, 他才跟着我不到一个月, 啥都没学到, 这不就想着借助外力帮忙吗, 行了, 是我管教不严, 回去我一定好好说说他, 都是自家人, 别计较了, 师姐, 我一抱凶, 不行,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个鸡精, 差点没折腾死我, 还有这鬼丝, 要不是我修了天眼, 这次就中招了, 不行, 不行, 说啥也不能这样过去, 白瑶知道我的脾气, 无奈地撇撇嘴, 那你说, 怎么办, 我嘿嘿一笑, 嘿, 你对这个徒弟也是真大方, 连福辉这么看家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对你师姐咋没那么大方呢, 那个福辉正是当年师父传给白瑶的, 只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舍得拿出来一部分送给黄袍袍, 白瑶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以为我想啊, 我刚出来身无分文, 不出点血, 去哪换点吃的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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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我把福辉给你点, 这下可以了吧, 我点点头, 看向斯嘉玉, 斯嘉玉明白我的意思, 行吧, 看在同宗同门的份上, 我就放他一马, 说着, 斯嘉玉冲我一伸手,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憋着笑, 掏出一个小瓷瓶递给他, 下手轻一点啊, 那毕竟也是你师弟呢, 斯嘉玉没答话, 拧开小瓷瓶, 直接把瓶口摁到了黄袍袍嘴上, 只见黄袍袍的喉咙抽动了几下, 一整瓶液体就这么进了他肚子里, 我和白瑶同时捂住了鼻子, 许丽珊皱着眉头问斯嘉玉, 嘉玉, 你给他喝的什么呀? 斯嘉玉冲他妈妈黑黑一笑, 妈, 你不是让我叫醒他吗? 没啥比这玩意更灵的了, 上次你昏迷的时候, 也是靠这玩意才醒过来的, 许丽珊有些疑惑, 这是啥呀? 加了童子尿的湿油, 哦, 许丽珊差点没吐出来, 你上次也给我喝这玩意了, 斯嘉玉连忙摆手,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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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给你闻了一下, 你就醒了, 说着, 黄袍袍突然坐了起来, 哇哇一阵呕, 黄袍袍兔的脸都清了, 终于胃里干干净净啥也没有了, 这才缓缓开口, 我, 我这是怎么了? 白瑶上去拍了他脑袋一下, 行了, 还和你师姑叫吧吗? 你师姑的徒弟都能轻松拿捏你, 黄袍袍脸又涨红了, 我不敢了, 不敢了, 姗姗, 我刚才喝了什么东西啊, 咋这么恶心呢? 你刚才, 你叫啥? 许丽珊刚想说话, 就被斯嘉玉的吼声打断了, 我真是怕了斯嘉玉了, 生怕他突然再来一嗓子电音, 斯嘉玉恶狠狠地瞪着黄袍袍, 你叫我妈啥? 许丽珊拍着斯嘉玉的胳膊, 哎呀, 嘉玉, 你干嘛呀? 我是准备告诉你的, 妈这一生太苦了, 你爸之前常年不着家, 你是知道的, 他在外面不知道找了多少女人了, 你妈我一直安安分分地操持着这个家, 好不容易他要被毙了, 妈也想寻找自己的幸福吗? 更何况, 跑跑对我是真心的, 我跟着他才第一次感受到爱, 斯嘉玉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我拍了拍他的背表示理解, 那什么, 怎么说这也是你师弟? 咱们都是自己人, 我和你师叔先出去了, 你们好好聊, 黄跑跑一脸讨好的对斯嘉玉说, 玉哥都是同一师门的兄弟, 咱们这是亲上加亲, 你放心, 我保证会永远对珊珊好的, 从今往后咱俩就各论各的, 你管我叫爸, 我管你叫哥, 哥乌恩, 滚, 我和白瑶同时捂上了耳朵, 趁斯嘉玉处理家事的时候, 白瑶把最近发生的事给我说了一遍, 自从我下山之后, 清平观就接二连三地出事, 先是大师兄狐狸被寻仇的人打成了重伤, 不知所终, 接着, 白瑶在国外帮别人处理议事时, 被误荡成逃犯, 抓了起来, 愣是蹲了一年的大牢, 而白瑶刚刚出来, 清平观所在的清平山就莫名其妙发生了大地震, 我师父龙墨受了重伤, 去国外休养了, 临走前, 师父交代白瑶带着师门的其他徒弟和修行之人, 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重新竖起了清平观的招牌, 我真没想到,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竟然发生了如此多的变故, 白瑶叹了口气, 现在大师兄不知所终, 师父本来不打算联系你的, 但是这次恰好黄袍袍找到了你, 这都是缘分吧? 师姐, 要不你哪天有空了, 去看看咱们的新地方, 我点头, 择日不如撞日, 那就明天吧, 话刚说完, 思家喻和黄袍袍一前一后走了出来, 思家喻转身指着黄袍袍的鼻子, 我不是冲你, 我是冲我妈, 我妈苦了一辈子了, 你要是敢有半分对不起她, 我弄死你, 黄袍袍袍连点头, 玉哥, 你放心吧, 我是真心的, 我保证对珊珊好, 一辈子都好, 我也会做一个合格的家长, 不会因为不是亲生的酒, 你给我打住, 说吧, 思家喻转身对我说, 师父, 走吗? 我一点头, 对白瑶挥了挥手, 明天早上, 我再来找你, 路上, 思家喻一脸疑惑地问我, 师父, 你那个师弟, 我师叔, 咋长得那么猥琐呀? 看着就像是一只老鼠, 我连忙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虚, 这话可不能当着他面说, 他这辈子最听不得老鼠这个词了, 为啥?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因为他就是一只老鼠啊, 啥? 思家喻一脚刹车踩到底, 我今天第二次差点被甩飞, 思家喻, 你谋杀呀? 思家喻瞪大了眼睛, 师父, 你说师叔是老鼠, 我冲他一条眉, 可, 我也不是有意瞒你, 是到如今, 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们蜻蜓观, 其实是一个妖怪, 我师父是蛇妖, 你师叔白瑶是鼠妖, 还有你师伯狐狸, 听着名字你就知道了吧, 对, 他就是传说中的狐狸精, 狐妖, 要不是我死拽着车门, 思家喻差点就把我扔下去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你也没问过呀, 思家喻绝望地摊坐在座位上, 我今天是怎么了, 以后出门必须要算一挂了, 我摸着他脑袋, 笑嘻嘻地说, 乖徒儿, 你放心, 我们蜻蜓观虽然是妖怪, 但是我们从来不干那些 盈盈狗狗的事, 妖意有道, 这些都是渡过了天节的大妖, 都有一颗匡扶正义之心, 他们不知比那些所谓的人 要高上多少, 你跟着师父这么久了, 我是如何行事的, 你还不知道吗? 思家喻沉默了半嗓, 深深叹了口气, 爱, 罢了, 都是缘分, 只要是行正事, 管他是妖世人, 我思家喻都服, 师父, 那你也给我说实话, 你是什么妖? 我一拍他脑袋, 谁给你说我是妖了? 我是人, 如假包换的人, 哪天有空了, 我再给你讲我之前的故事, 行了, 不早了, 回去睡觉吧, 明天带你去拜见师门, 第二天一早, 思家喻便带着我来到许丽山的住处, 和白瑶、 黄跑跑会合, 白瑶一拍黄跑跑, 徒儿, 走, 回师门, 得令, 黄跑跑一溜烟地钻进车里, 在前面开路, 思家喻拖着我跟在后面, 你说, 这都是啥事? 影帝给一只老鼠开车, 我堂堂南青集团的董事长, 给一个小姑娘开车, 这个世界太疯狂, 耗子都给猫当伴娘, 我一拍他脑袋, 不想开别开, 为师还不缺司机呢, 逗笑间, 前面的黄跑跑忽然停了下来, 玉哥, 师姑, 我们到了, 我和思家喻缓步走下车, 抬起头, 看着面前的招牌,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同时转头看向白瑶, 清廷影视娱乐有限公司, 这就是你心力的师门, 白瑶不愧是属耗子的, 躲得极快, 边躲边喊, 师姐, 这不怪我呀, 这都是师傅安排好的, 她早早就注册了这家公司, 背着咱们都赚了好多钱了, 黄跑跑就是咱们公司培养的影帝, 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呀, 思家喻脸都黑了, 如果我记得没错, 这好像是我家的产业吧, 白瑶连连点头, 是的, 是的, 师傅说了, 南清集团就是咱们清廷影视娱乐 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说起来, 四公子还是咱们的老板呢, 思家喻闭着眼深吸了一口气, 自打收购了这个影视公司, 就没赚过一分钱, 我早就想把这个负资产清理出去了, 你们总裁龙墨呢, 我一拍他脑袋, 那是你师爷, 说啥呢, 这个季节, 估计在冬年吧, 冬年, 这不是夏天吗, 思家喻瞪大了眼睛, 白摇清了清喉咙, 可, 他人在澳大利亚, 思家喻差点吐血, 是不是冬天他就又回来了, 难怪赚不到钱, 有你们这帮不靠谱的人, 能赚到钱才怪了, 天哪, 我是遭了什么孽呀, 我拍着他的背说, 好徒儿, 我们不是道士吗, 不懂经营也正常, 现在不是有你了吗, 白摇也谄媚地点点头, 就是, 就是, 现在四公子也是咱们师门的人了, 这是亲上加亲啊, 思家喻一挠头, 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熟悉, 白摇一拍他胸脯, 可不是熟悉吗, 从现在起, 咱俩就个论个的, 我叫你老板, 你叫我师叔, 对, 咱俩也个论个的, 我叫你老板, 你叫我师父, 滚啊, 白摇喊我们进去喝茶, 思家喻一言不发, 拿着圆甲在那笔划了半天, 我好奇地问, 你干嘛呢, 这是, 思家喻满脸黑线, 我算算我还要走多久没运, 说话间, 白摇端着茶走了进来, 或, 圆甲, 行啊, 小子, 你竟然有这样的宝贝, 我一指白摇说, 忘了告诉你了, 你师叔也是算子门的, 以后可以跟你师叔多学一学, 白摇二话没说, 拿过思家喻的圆甲, 师姐, 说实话, 我最近总觉得心惶惶, 感觉有事情要发生, 我想补一卦, 我点头, 白摇的卦术十分高明, 我还是信得过他的, 只见白摇拿起圆甲, 用指甲在上面写写画画, 思家喻看着直心疼, 你轻点, 别给我弄坏了, 白摇闭着眼睛, 咧嘴一笑,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玩意是用不坏的, 就算坏了, 话还没说完, 只听啪叉一声, 圆甲竟然裂成了四半, 他也会自己修复的, 思家喻猛地站起身, 眼睛都瞪直了, 我也神色紧张地站了起来, 我倒不是为了圆甲, 只是圆甲突然碎裂, 说明有大凶之兆, 白摇脸色惨白, 我, 我刚才算了一卦, 卦像显示, 我们师父最近会有一场大劫, 劫像就在清亭山, 我顿时紧张了起来, 难不成, 是因为零食, 白摇一咬牙, 很有可能, 师姐, 我们必须去一趟清亭山, 否则可能会出大事, 我一点头, 别废话了, 快走, 我把一脸懵逼的思家喻拖上了车, 这才给他解释刚才的事情, 一百年前, 清亭山意外结出了山鬼, 我师父龙墨为了镇住山鬼, 在清亭山里面布下了一副矩阵, 将自己的一魄结成零食, 放在了镇眼上, 彻底将山鬼封印在了里面, 前段时间, 清亭山突发大地震, 这是千年难遇的意象, 如此看来, 很有可能是山鬼苏醒了过来, 破坏了阵法, 导致了师父的灵石移味, 如果这块灵石被破坏, 那么我师父恐怕要当一辈子的植物人了, 更重要的是, 山鬼一旦被放出, 方圆千里都将无意活物, 斯嘉玉听我说完, 顿时也神色紧张起来, 我们一路驱车赶到了清亭山, 此时已经是正午了, 没想到, 刚到清亭山, 就看见一队施工队在忙碌, 我们上前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前两天清亭山被人承包了下来搞开发, 这下可难办了, 这帮人如果无意之间挖通了阵眼, 放出了山鬼, 那他们一个都活不了, 可这种事, 你给谁解释, 谁也不信啊, 就在我们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那帮施工队忽然收工离开了, 嘿, 这是啥情况, 白瑶疑惑地挠挠头, 只见那边斯嘉玉冲我们挥了挥手, 行了, 这个山头已经被我承包了, 有钱真好, 我们来到清亭罐的废墟前, 看着这满地的狼藉, 我不禁有些心酸, 我从小就是在清亭罐长大的, 没想到, 自己曾经的家, 如今竟然成了这个模样, 唉, 可怜我师父一生的心血就这么, 这都怪师父, 我早就提醒他清亭罐要修缮了, 他倒好, 把钱拿着去买了辆跑车, 这下好了吧, 可怜你个鬼, 斯嘉玉看着眼前的废墟一阵唏嘘, 嘖嘖, 这才有点倒灌的样子啊, 不行, 过段时间, 我非得把这里重新建起了, 清亭影视娱乐有限公司, 是什么鬼玩意, 说着, 白瑶已经清理出了一条通往地洞的通道, 我缓步走到通道前, 忽然皱紧了眉头, 好浓烈的妖气, 白瑶本身就是妖, 所以他感觉不到妖气, 不对, 山鬼属于鬼物, 并不是妖物,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有妖气, 而我师父留下的灵石, 是用他毕生地修为结成的, 早就净化干净了, 也不可能有妖气, 而且如此浓烈的妖气, 绝不是之前残留下来的, 这也就意味着, 这里面有一只大妖, 我心里顿感不妙, 我凑到思佳玉的耳朵边小声说, 这里面情况很复杂, 一会儿你就别进去了, 如果有需要, 我会给你信号的, 思佳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和白瑶开始准备进地洞的东西, 思佳玉在一旁打去, 师叔, 我师父的天眼那么厉害, 你为啥不会啊? 白瑶还没答话, 黄跑跑拍着思佳玉说, 我师姑的天眼, 那是他的绝技, 咱们清廷关的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绝技呢, 那你的绝技是啥? 思佳玉怪笑着问黄跑跑, 你听我的名字, 还不知道吗? 黄跑跑无奈地说, 那我的绝技是啥? 思佳玉又转头问我, 我没说话, 轻轻地俯着他的兰博基尼, 行了,师弟, 咱们下去吧, 徒儿徒直, 你们就在上面守好了。 两人答应之后, 我和白瑶一前一后地进入了地洞, 刚进去, 我忽然一勾白瑶的胳膊, 瑶哥, 出来这么久也不联系我, 我还以为你找新欢了呢, 白瑶一愣, 神色有些不自然, 我轻轻一拍他, 行了, 徒弟们又不在身边, 装什么呢? 你可别忘了, 小时候可是我带着你来这里玩的呢, 你要是敢背叛我, 我就把你掐死, 说着, 我做了一个掐人的手势, 白瑶被我下了一个机灵, 连忙摆手, 怎么可能呢? 雪儿, 我不会背叛你的, 且, 之前还叫我小雪, 现在就改雪儿了, 说, 你是不是在外面找了个女人叫雪儿? 怎么可能呢? 你瑶哥我才不是那人呢? 说笑间, 我和白瑶已经走到了封印山鬼的青石门前, 这地方是我师父花了毕生心血剑成的, 想要开启进入, 必须要用到起山石和我的天眼, 这也是在我修成天眼之后, 师父为了保险起见, 才加了这一道屏障, 白瑶从包里掏出了起山石, 来吧, 雪儿, 咱俩一起打开石门, 我点头, 毫不犹豫地翻起了白眼, 随着一阵清光闪动, 石门缓缓开启, 露出了里面的模样, 只听得洞里无风自响, 传来一阵阵呼啸之声, 是山鬼的咆哮, 我眉头紧皱, 之前从来没听过山鬼发出这样的动静, 看来这家伙真的醒过来了, 伴随着阵阵鬼笑, 我和白瑶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阵法之中, 忽然, 我敏锐地察觉到, 身后似乎有什么人, 我猛地一回头, 手一抬, 凭空打出了一个蓝色的火球, 可没想到, 火球飞到半空中, 竟然物资熄灭了, 糟了, 我心里一沉, 身后那人是一只大妖, 我的竖法都是妖娇的, 所以对妖物没用, 而且这里的阵法也是妖部制的, 可以大大增强妖物的修为, 我赶忙拉住白瑶, 瑶哥, 这里好像不对劲, 白瑶也看出了我的异样, 神色顿时紧张了起来, 雪儿, 你感觉到了什么? 腰, 这里有一只大妖, 我不自觉地开始颤抖, 白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不就是大妖吗? 不是你, 在那? 我伸手一指, 眼前忽然闪过一道黑影, 白瑶没有犹豫, 顺着我指的方向甩出了一个土球, 没想到, 白瑶的土球刚接触到黑影, 竟然直接被黑影吞了下去, 糟了, 这家伙的倒横比白瑶高太多了, 黑影没给我们反应的机会, 瞬间一道红光冲着我打了过来, 我连忙躲闪, 没想到黑影这一招竟然是虚的, 我身后一条长长的尾巴, 直接把我打飞了出去, 白瑶一见我受伤, 立马抽出一根长棍, 冲着黑影打了过去, 可没过两招, 白瑶手中的棍子被黑影躲了过去, 紧接着一棍将白瑶打倒在地, 白瑶发出一声滋滋的叫声, 缩成一团一动不动, 我健壮, 也固步地身上的疼痛, 急忙爬起身, 紧盯着黑影的方向, 只听洞中传来一声冷哼, 呵, 还清停灌的传人呢, 就这点本事, 声音刚落, 黑影竟然原地消失, 我紧张地四下张望, 寻找着黑影的踪迹, 突然, 我身后响起一声破空, 我猛然转身, 只见一根写满了符咒的长棍, 狠狠向我打来, 我连忙侧身躲闪, 紧接着伸手往胸口里一掏, 然后猛地向身后甩去, 只听一声婴儿的尖叫, 紧接着身后传来了重物落地的声音, 我长书一口气, 这家伙果然又是这个套路, 棍子是虚招, 石招是我身后的本体, 我回头看向发出声音的方向, 只见一个泛着幽蓝色光的半通明小孩, 正趴在一个硕大的黑影身上, 不断撕咬, 那是我之前收服的灵鬼, 虽然我的术法对妖物没用, 但鬼物却是妖天然的克星, 趁着灵鬼缠住了那只妖的时候, 我赶忙上前扶起白瑶, 虽然有灵鬼的帮忙, 但这个妖道横极深, 灵鬼恐怕拖不了多少时间, 我必须赶紧带着白瑶离开, 寻找旧兵, 可白瑶此时已经昏迷, 任由我扶着一动不动, 我拖着白瑶刚走了两步, 就听见空中传来一声极其凄厉的惊叫, 一个半通明的小孩被扔到我的脚下, 是我那只灵鬼, 灵鬼此时身上已经退去了光圈, 看样子是受了重伤, 紧接着, 那个黑影再次挡在了我面前, 呵, 就这么一只灵鬼, 就想把我制服了, 你想得也太简单了吧, 我想到了灵鬼无法挡住这只大妖, 只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打成了这样, 看来这个妖不仅仅是普通的妖物, 很有可能是像白瑶一样修了道的, 我自知已经无法离开了, 索性放下白瑶, 轻轻将灵鬼收回体内, 忍着剧痛恶狠狠地盯着那个黑影, 怎么, 你还不服? 黑影冷笑一声, 空气中又甩出一条尾巴, 狠狠打在了我天灵盖上, 那是灵气聚集的地方, 我硬生生挨了这一下, 体内的灵气瞬间被打散,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动弹不得, 我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冷眼看着黑影, 你到底是谁? 黑影向我逼近, 我这才看清, 它是披了一件黑色的斗篷, 遮住了自己的身形, 骆温雪, 清瓶罐唯一的传人, 呵,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不过如此嘛, 我咬紧牙关, 呵, 你也就敢在这里嚣张了, 有本事等我恢复了, 我们出去打, 黑影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出去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术法对妖物没用, 哪怕你引以为傲的天眼, 也伤不了我分毫, 在哪打,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啊, 我冷笑一声, 那你还把我的灵气打散, 怎么, 胆子这么小啊, 怂包, 黑影愣了一下, 在开口声音有些发虚, 我, 我那是怕你逃跑, 我闭着眼睛叹了口气, 行了, 我现在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了, 在我死前, 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黑影宁笑一声, 呵, 一个将死之人, 打听那么多干嘛, 你只需要记得, 你的命是要给的, 也是要夺走的, 这就叫因果, 行了, 让我送你上路吧, 那个大地震, 就是你干的吧, 我忽然开口, 黑影愣了一下, 你, 你说什么, 我叹了口气, 从一开始, 就是你设下的圈套吧, 利用阵法, 引发大地震, 将我师父打伤, 紧接着又伪造出山鬼苏醒的假象, 逼我和白瑶过来, 打开封印山鬼的大门, 然后你再出手, 将我和白瑶除掉, 让我猜猜, 你的目的是为了我师父的那颗灵石吧, 黑影再次愣住了, 再次开口时, 声音彻底发了狠, 你知道的太多了, 你必须得死, 我闭上眼睛, 迎接着那一刻的到来, 突然, 空气中传来一声电音, 这啥呀, 这是, 我一愣, 思家遇, 这一声虽然不大, 但在空旷的山洞中不断回响, 将我刚刚聚起来的一点灵气, 又震得粉碎, 我面前的黑影浑身颤了一下, 惊讶地留下去, 竟然还有高手, 紧接着身形一晃, 在我眼前消失不见, 我看着思家遇满脸担忧地朝我冲了过来, 师父, 你没事吧, 我来救你了, 不知为何, 我的眼眶一热, 鼻头一酸, 差点落下泪来, 我本以为这次事情就要到此结束了, 可没想到, 在生死关头, 会有一个傻小子带着金光一般闯进来, 即使自己本事不高, 即使自己面临生命危险, 但他还是会为了我奋不顾身, 不顾一切, 我更没想到, 思家遇, 谁让你进来的, 你踩到阵眼了, 哈, 思家遇一愣神, 脚下不自觉后退了一步, 我刚刚算出你有危险, 我就跟着进来了, 然后就听到那人说, 你的术法对妖物没用,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就赶紧冲了过来, 我气得抄起一旁的石子, 就向他砸过去, 我的术法是对妖物没用, 但是我还有阵法呀, 这里的阵法是当年我帮我师父修缮的, 我刚才已经偷偷改变了阵法, 将那人彻底困住了, 眼看着就能抓住他了, 你他妈跑过来踩住我的阵眼, 你个死甲鱼, 你气死我了你, 思家遇满脸通红地挠挠头, 那什么, 师父, 你咋不早说呢, 我不是怕你有危险吗, 我恨恨地说, 我不是告诉你不要进来吗, 行了, 行了, 姚哥呢, 你说谁, 思家遇惊讶地瞪大了眼, 我的姚哥, 你师叔, 你看见他人美, 你, 你叫他傻, 我没理会还在瞪眼睛的思家遇, 跑到刚才白窑晕倒的地方, 却发现已经找不到白窑的身影了, 我一拍思家遇的脑袋, 别再跟个呆瓜一样了, 追呀, 说吧, 我拽着思家遇冲黑影消失的地方追了过去, 刚跑到拐角处, 我忽然感到一阵阴冷, 鬼丝, 这个地方密密麻麻布满了鬼丝, 我连忙一把拉住思家遇, 别乱动, 思家遇顿时停住了脚步, 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我小心翼翼地在四周探看, 这些鬼丝都是刚刚布置的, 几乎没给我们留行动的空间, 我浑身开始颤抖起来, 这次恐怕真的要在了, 只听空气中传来了一声狂笑, 哈哈, 哈哈, 我以为是多厉害的人物呢, 原来是个傻小子, 谢谢你, 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阵法竟然是你落温雪修缮的, 我此时已经彻底认出了黑影的身份, 冷笑一声, 行了, 师兄, 别藏了, 我看见你了, 我话音刚落, 前面的黑暗中, 渐渐显出一个身形, 正是刚才的黑影, 黑影黑黑一笑, 将身上的披风都落下来, 露出了本来的模样, 那人正是我的同门师兄, 狐狸, 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我冷笑一声, 呵, 能对这里情况如此熟悉的人, 除了你, 还能有谁? 说着, 我故意用力抽动了下鼻子, 当然, 还有这股狐臭啊, 洛温雪, 你, 我没理会狐狸, 转头又冲黑暗中喊了声, 你也别藏了, 白窑, 哦, 不对, 假白窑, 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吧? 说吧, 一旁中测出一个身影, 正是白窑, 白窑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 我微微一笑, 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你一定是假的, 说吧, 我转头看向狐狸, 师兄, 如果我猜得没错, 你引我过来, 就是为了那颗灵石吧? 狐狸冷笑一声, 是又怎么样? 你洛温雪再聪明, 如今还不是落在我的手里, 你该不会指望, 这个傻小子能帮到你吧? 我叹了口气, 哎, 师兄, 有句话,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其实, 这里, 根本没有灵石, 啥? 狐狸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一脸无辜, 真的, 一百年前的山鬼, 早就被师父斩了, 他在这里设下阵法, 只是方便修行, 至于灵石一说, 不过是当年, 他为了自台身价编出的谎话罢了, 师兄, 没想到, 你还真信了, 狐狸顿时脸胀的通红, 半赏才吐出一句, 你, 你怎么知道? 我一纸白窑, 不仅我, 真正的白窑也知道, 所以, 当你说师父的结束和灵石有关时, 我就更加确定, 你是假的了? 所以, 刚才进地洞的时候, 我才故意和你暧昧, 就是为了最后验证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白窑, 果然, 你上套了, 你知道的一切都是狐狸告诉你的, 但它绝对不会告诉你我和白窑的关系, 所以, 你还真的误以为我和真正的白窑是情侣? 哼, 你也不动动你那猪脑子想想, 我怎么会看上一只老鼠? 你, 你, 假白窑气得说不出话来, 狐狸此时突然抱贺一声, 为什么? 为什么师父什么都告诉你, 还要把你定为蜻蜓观的唯一传人? 我就是不服气, 我跟着师父修行了近千年, 还不如你这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丫头吗? 凭什么? 就凭我是人, 你是妖。 我一字一顿地说, 狐狸嘴唇不断抽搐, 妖怎么了? 师父不也是妖? 她不照样可以做清瓶观的观主。 是, 清瓶观是几千年的名门正派, 自从师父接手观主, 之后就被打成了妖观。 我知道, 师父一直想恢复清瓶观的名声, 所以才极力要寻找一个人类来接手观主。 可我就是不服气, 凭什么? 凭什么我们妖就是邪派, 就不是正统? 我们妖做错了什么? 只要度过了天节, 我们就是这世间的一分子, 凭什么不能接受我们? 凭心而论, 这些年我们清瓶观做了多少善事, 比多少人还要更像个人。 可那些所谓的名流正派, 还是一个劲地打压我们。 我就是不满师父的行为, 既为妖, 就要为我们妖族撑妖做主, 把妖族发扬光大, 把那些看不起我们, 瞧不上我们的人类踩在脚底下。 可师父呢? 一个劲地讨好人类, 一个劲地试图融入人类的世界。 和她丢失了自己的本命, 她根本就不配当蜻蜓观主, 根本就不配当妖。 我明白了狐狸的意图, 沉沉叹了口气。 师父这么做, 就是为了改变妖在人心中的印象, 用时间让人去接受妖的存在。 可你呢? 试图用对立、抗争来为自己证明。 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 人和妖永远不可能和平相处。 师父不把清瓶罐交给你, 并不是因为你是妖, 而是他早就知道你的野心太大, 不适合做一家之主。 所以他才什么都不肯告诉你。 狐狸眼神中透露出忧虑的荧光, 冲着我大声喝道, 那你们就都去死吧。 说吧, 整个山洞中传来阵阵鬼笑, 那声音似乎要把我的灵魂吞噬了。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狐狸已经入了诡异阁了。 鬼思、鬼笑, 这些术法都是诡异阁的本事。 我转头冲着思佳玉大喊, 思佳玉快放大招。 思佳玉一愣, 啥大招? 我从怀中掏出一个东西, 冲着思佳玉就扔了过去。 思佳玉吓了一跳, 大喊一声, 这啥呀, 这是, 啊? 我东西出手的同时就滚到一边, 用双手死死捂住耳朵。 思佳玉这一声, 龙吟一出口, 山洞中的鬼笑顿时停了下来, 我们四周的鬼思一瞬间被冲散得干干净净, 就连这洞中的空气都仿佛被净化了一般。 我忍着剧烈的眩运感, 艰难地爬了起来。 思佳玉呆呆地看着手中的东西, 我的那块玉。 我一拍她肩膀, 这, 这是龙骨。 你已经把她的灵气吸得差不多了, 我留着也没用了, 还给你了。 有了龙骨的加持, 你的龙吟效果会翻倍。 以后这就是核武器, 没我允许你不能擅自使用, 听见没。 还有, 你他妈给我换个词, 我以后没法刷短视频了。 狐狸和贾白瑶被这一声龙吟阵地倒地抽搐。 我缓缓走上前, 对狐狸说, 师兄, 对不住了, 既然你有为师门, 那我只能按门规处理。 不过, 你毕竟是我师兄, 我会等师父回来了, 再对你进行处置。 说吧, 我又转头对贾白瑶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见你, 就知道你是假的吗? 贾白瑶目光呆滞地摇了摇头, 我狠狠踹了他一脚, 哪有老鼠走路昂首挺胸的? 啊, 你见过老鼠是这么走路的吗? 啊, 还敢假扮我师弟呢, 学都学不到精髓, 蠢死你算了。 师姐, 你够了呀。 忽然一人拍着巴掌走了进来, 我看着那寒凶驼背, 勾搂着腰像个小老头的男人, 咧嘴一笑, 转身又踹了贾白瑶一脚, 看见没, 这他妈才是老鼠。 学着点, 白瑶满脸黑线, 师姐, 能别老鼠老鼠的吗? 咱大名叫社军, 那还不是老鼠。 思嘉玉看着白瑶, 挠了挠头, 这是我真的师叔吗? 师父, 你们怎么联系上的呀? 我一敲他脑袋, 你还有脸说呀。 从我们来清平山的时候, 我就找到了你师叔了。 本来我以为我就能解决这俩人, 没想到被你砸了场子。 没办法, 我只能给你师叔发信号了。 这里的阵法是他修缮的, 只有他能把这两人困住了。 说话间, 白瑶已经挪动不乏, 准备开启阵法。 跟在白瑶身后的黄跑跑, 突然大喊一句, 不好, 他们要跑了。 我猛地转头, 只见山洞中忽然凭空刮起了一阵黑风, 将狐狸和白瑶包裹了进去, 紧接着这二人硬生生在我面前消失不见。 果然是诡异格的术法。 黄跑跑恨恨地跺了跺脚。 哎, 我这假师傅说要教我绝技, 就是这一招。 我还没学会呢, 他就跑了。 白瑶瞪了他一眼,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我给你的福辉。 不比这玩意强一百倍。 行了, 师姐, 我知道你也没打算留住师兄, 别在那假装了。 我无奈地撇撇嘴, 啥事都瞒不住白瑶。 如今师傅不在, 我虽然是清平观唯一传人, 但擅自僭越处置自己的师兄, 传出去也不好听。 更何况, 师兄如今入了诡异格, 如果我将他关在这里, 必招致诡异格的报复。 如今, 他知道了这里没有零食, 这次交手又吃了大亏, 估计会风停浪静一阵子。 等师傅回来了, 我们再商量如何处置。 我冲白瑶他们挥挥手, 行了, 我们把阵法修复了, 就出去吧。 说着, 我便往一边走。 白瑶冲我大喊一声, 师姐, 你的阵法在那边, 你走错了。 我却没理会他, 走到山洞深处, 伸出手在一处盐壁上摸了半天。 忽然, 我的手伸进到盐壁里面, 摸出了一个球状的东西。 白瑶看到我的动静, 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师姐, 这, 这是啥呀? 我哈哈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们师傅闲得蛋疼, 在这里布下这么多阵法, 就为了潜心修行啊。 我信他个鬼, 他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我小时候偷偷跟踪过他一次, 发现了他动不动就过来摸一摸这块石头。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大妖, 修行整整三千年, 才能接出来的零妖石。 这可是绝世珍宝啊, 有了这东西, 我再也不怕竖法对妖物没用了。 你不知道, 我缠这玩意缠了多少年了? 之前我咋骗你的起山石, 你都不肯拿出来, 这次终于被我逮到机会了。 哈哈, 哈哈, 白瑶冲我一瞪眼,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跟着他们进到山洞里, 才肯动手了。 狗屁的阵法, 你就是为了这块零妖石。 好吗, 师兄费尽心机设下的套, 最后还是便宜你了。 等师父回来看他, 怎么教训你? 哈哈, 哈哈, 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咯。 好徒儿, 走, 今天师父高兴, 请你吃火锅, 加两盘羊肉。 饭外, 清平贯主龙墨正在澳大利亚的海边别墅呼呼大睡, 忽然感觉心窝一阵剧痛。 龙墨睁开眼, 艰难地爬起身, 拿出圆甲给自己算了一挂。 怪灾, 我今日怎么莫名有一大劫? 劫像还在清平山, 该不会是我那宝贝出事了吧? 龙墨越想越心慌, 赶忙掏出手机, 拨通了洛温雪的电话。 喂, 小雪呀, 在干嘛呢? 哦, 吃火锅呢? 是这样, 为师刚刚想起来。 我在清平山那个地洞里, 还藏了一箱子黄金呢, 你去帮我看看, 还在不在, 找到了分你一半, 顺便再看看我那阵法有没有出啥问题。 喂, 喂, 小雪, 你听不见吗? 喂? 嘟嘟, 嘟嘟。 甚至几涌香港呢? 没什么呀? 呃�?